歡迎收看今集的恐怖視線 今集Edmond邀請來的嘉賓是我身邊的位 我叫Frankie 但其實現在他已經開始升級 因為學習了很多泰國的法科 所以已經是泰國的法科師傅 趙師傅你好 今集會和Frankie談談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其實我們經常聽到鬼仔、古曼童 我聽到有人告訴我是有分別的 其實是嗎 如果一般他們說鬼仔 鬼仔就是沒有經驗於佛法的鬼 因為一般我們就算是泰國去供奉 古曼童所謂的仙童 就是有和尚所念經 或者有些師傅所謂 即加持了給他 加入了一些佛法的東西 就不會害人 但是鬼仔就變成了一般都是巫師所做的 其實真的有分別的 有分別有分別 你們可以染上眼睛 過到X-ray 進入境 是嗎 有不同的法力 即是你說 染眼法可能其中一種 有些是和合 都有的 但是要得到那種經文 可能本身鬼仔是有那個靈力 但是 那個師傅 或者供養那個人 沒有那個經文都是沒有用的 除了染眼法 好像夫妻和合 例如令到老公專一一點 令到老公不要到處玩 甚至乎保佑自己 不要被人欺負 保平安 有些偏門最喜歡 可能說有些仇家會來 變成有些鬼仔 或者有些顧孟童 他們可能會以報給你聽 這個地方不要去 甚至乎你會周身不舒服 這些我聽了很多 但是它可以令到那些工作人員 見不到然後進入境 是真的發生的嗎 那麼大磚 都有發生過的 真的有 不單是鬼仔 甚至乎有些人偷運頭骨的鬼 整個頭骨 可能有些師傅會拿些符布包著它 然後唸一些經咒叫你拿走 這些都有試過 那當然要他們的法力 當然有 要不然就 即時被人檢控了 基本上是不能入境的 不可以 因為始終都是屍體或者嚇骨 所以我們之前也聽到一些新聞 原來好像聽到小朋友 混入了香港之後 他們會吵 會叫 即是東窗事發 如果真的 那小朋友不相信你 或者不喜歡你 真的會令到有些事情發生了 而導致這件事不可行 明白 好 今集先談到這裡 進入視線鳥這個部分 我想問Frankie 我聽說師傅 如果有人懷疑自己是中鋼的話 眼白裡面會出現一條紅線 其實是否呢 這個我聽說過 但實際我們面對過一些 就是沒有倒影 即是我看著你 你看著我完全看不到倒影 即是人沒有倒影 眼珠 眼珠 眼珠我看著你 即是反不了光 沒有了神器 沒有了神彩 亦都有一些 每一小時就開始自然自然 即是晚上深夜那些 閃電大學 自己說自己說話 即是說一些很偏激 這些都是我自己親身接觸過的 但你說會不會有一些可以看到 但我們通常一診證 一般都會問事工 即是問我們自己的神 接著就會看眼督 即是導影問題 就很難看到他的那條線 我想是國家的法門 去診證的一個方法不同 不過最重要都是這些 自己沒有做虧心事的說話 基本上不需要太害怕被人落降頭 我相信 不會那麼容易的